新北市玉林国中安排的读报教育课程 首先让同学们选出老师在黑板上列出的新闻标题 并且列出原因 接着把报纸发给同学们 让同学们阅读文章的内容之后 同学们思考最感兴趣的是否还是同一篇文章 并且让同学们自行撰写一个吸睛的标题 新北市玉林国中校长陈荣德表示 学校透过读报教育的安排 培养同学们的理解力、跨域能力以及思辨能力 透过广泛的讯息搜集 了解媒体上的资讯以及内容 再透过老师的引导了解新闻的主旨主题 并且运用跨域整合能力多方验证 这些资讯的可信度 再者透过议题的融入 让课堂中的同学们进行思辨 了解他人的想法 过程当中也可以借此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解 玉林国中的读报教育跟媒体试读 其实最主要就要启发学生的试辨力 在我们这次参加整个阅读盘师奖的时候 我们有四大能力 一个是理解力 一个是跨域的能力 第三个是思辨力 最后一个是数位表达能力 理解力就是广泛的去收集 所有的相关的阅读讯息 所以我们透过读报教育 让学生可以广泛的知道 在媒体上面他披露的消息 然后他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老师去引导他们了解主旨 主题还有整个资讯的内容 检索相关的资料 接着我们再透过跨域整合能力 然后让学生可以去知道 哪些讯息他是真的 哪些讯息是假的 如何去分辨他 然后如何去做其他资料的搜寻 然后最后我们再透过所谓的思辨能力 也就是透过我们的相关的议题融入课程 学校的媒体试读教育课程 课堂的老师网络国内外各种假新闻案例 带着同学们逐步厘清这些假讯息的真相 教导同学们该如何透过检索资料 找到可信度最高的资讯 还有建立起正确的思考方式 了解这些资讯是谁发布的散布者的目的 资讯平台的运作状况 让同学们可以先停下来主动思考 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讯息 你就可能会隐眉咯 所以这个讯息呢 有一半是对的 不要在树下读语是对的 但是手机并不至于会隐眉 那个电子播的功率没有那么强 然后像我们有小小说书人 然后或像其他的一些议题融入课程呢 让学生可以更了解 怎么样去知道对方的想法 还有透过自己在跟对方的想法 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甚至可以更加地压清 原本的想法它对或错 然后再去建立另外思考观念 那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再透过数位表达能力 把相关的一些 他们所学习历程呢 把它拍摄成影片 或者透过文字表达出来 然后上传到云端 让所有的 就是其他的学生 或我们社区的民众可以看得到 学生透过读报教育 还有媒体试读 他们学习到了什么 然后他们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子 甚至他们透过不同人的 数位表达作品 也可以重新再去厘清 第二层跟第三层的 相关自己的能力 还有建构自己的知识 新北市玉林国中今年度 获得全国阅读盘石奖的殊荣 媒体试读 还有读报教育的课程安排 有效提升学生的思辨力 在面对每天接收到的 庞大讯息 可以主动进行查证检索 养成资讯过滤 独立思考的习惯 记者有根基 新北厂报导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